他家境不好 父母为补贴家用 在他年少时便将他送入宫中做了太监 宫里像他一样的人还不少 有时候 他也想过 为什么偏偏是自己 而不是兄长 或者别的什么人 可每每这般响时 另一道声音总会在他心间响起 若非生计所迫 恋爱骨肉的父母 怎会将自己的亲儿子送进宫中做个烟人 不入宫 他或许早已饿死或病死了 于是那慢生的猪般怨气 便会渐渐削减下去 正宝由此成为一个在宫里难得平和的人 这里有太多人心轻压 勾心斗角 大多源自一颗不平 不甘之心 想要出人头地 想要做那人上人 可他不想 在宫里面不争不抢 安心做好自己的事 也从不掺和什么尔虞我诈 只待年岁到了 被放出宫去 回家见着家人校业相对 为他温州期茶 然而昨日 皇后娘娘钟爱的那支剑斩 并不是他打碎的 而是他听从女官吩咐 从高阁上拿出匣子来打开时 就已经碎在里面了 此物乃是皇后娘娘自母家带来的 常做赌物私人之用 本在他管辖的范围内 一招拿出来要看 竟然碎裂 皇后娘娘大怒之下处罚他 实在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郑宝甘心受罚 只是跪在昆宁宫的宫门前 被所有往来的宫人太监 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时 他也会忍不住地想 那剑斩好端端地放在匣子里 轻易怎会打碎 而往日与他交好的太监 也无一人站出来 为他说话 纵然是已经见惯了 宫中人明哲宝身的寒粮 亦不免有几分迟冷吧 江雪宁便是这时候出现的 一道娇柔的嗓音 听着有那么一点故意 像极了后宫中那些 假作柔弱的妃嫔 有些胆小 有些畏缩 郑宝当时想 大约是哪家的娇小姐 可谁料到 就是这位娇小姐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使得她免受昆宁宫严苛的惩罚 明面上就她的 自然是乐阳长公主 可凡在宫中待过两年的 谁都能看出来 真正救了她的是江雪宁 乐阳长公主的恩情 固然要记在心中 可更该谢的是 这位江二姑娘 分明是素不相识 不过从旁路过 连她昔日所时的朋友 都不敢在这种时候 为她求情 却有这样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开口相救 郑宝觉得 那是黑暗下系里透进来的一线天光 尽管暖意仅有一丝 可留喜于寒冬中的旅人 却愿凭借着这一丝的暖意 相信世间的善和好 相信艳阳的春日 不久便会到来 她时是怀着一种 无来由的欢喜来的 可这位当日救了她的江二姑娘 竟然告诉她 我救你 目的不纯 郑宝有一瞬间的茫然 差点没反应过来 但真正意识到江雪宁说了什么时 心底便像是有什么轻飘飘的坠落下去 她正正望着江雪宁 说不出话来 江雪宁却问她 失望吗 失望 或许算不上吧 但总归有那么一点无法否认的落寞 毕竟她以为这位姑娘 同宫里其他人都不一样 郑宝慢慢道 您使我有些困惑 江雪宁也说不清 那瞬间自己为何会将那句话脱口而出 大约还是觉得自己不配吧 她玩耳 那你是来报恩的吗 郑宝道 原本如此打算 江雪宁眉稍微微一挑 现在呢 大约是因她的神情太过轻松 不自觉让人跟着放松下来 郑宝觉着自己沉沉的心绪也莫名轻快了许多 宁望着江雪宁时 才发现她用一种很认真的眼神看着她 是她见过的眼神 与她就她那一日如出一辙 在娇艳的表象下暗藏荆棘 于是有刹那的恍惚 哪里一样呢 宫里人人恨不得把厚厚的面具 在脸上呼一层又一层 叫人看不清自己才好 眼前这位姑娘却是真正的 如此坦然地说 就她是另有目的 若宫内人人都如此坦荡 哪里来那些烟渣误会 她忽然忍不住地笑起来 眼眸弯弯像是两牙心悦 直道 您救了我后 若是不说 的确目的不纯 可既宣之于口 目的便很纯粹 江雪宁点点头 这道也是 想施恩于你 让你为我所用吗 郑宝一正 道 您很坦荡 江雪宁只咕弄一声道 那是你没见过我虚伪的时候 但这话声音压得低 她又续道 毕竟听说郑管事 是个老实的好人 若有一腔忠心 也该交付给值得的人才是 我吗 便是救了你 骗你说是好心救你 往后你发现我 不是这么个好人 那岂不是搬起石头 来砸自己的脚 你放心 我只在宫中待半年 老老实实 也不做什么坏事害人 只是怕有一日 处境不好孤立无援 所以想提前找个人照应 万一遇着什么事 也不至于措手不及 不知道郑管事愿不愿相帮 郑宝习惯了宫里人 说话说一半藏一半 动辄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的架势 已经许久没有听过 这样直白的言语了 以至于听完这话后 竟忍不住左右看了看 附近有没有旁人 只是看完了却 决出一种怪异的悲哀 入宫这许多年 他到底也是被这座皇宫给驯化了 以至于尽管没有害人之心 也恐隔墙有耳 眼前这位姜二姑娘 固然是在乐阳长公主面前说得上话 甚得殿下青睐 可宫中一招尊荣一招 受辱的事情实不显见 未雨绸缪又有什么错呢 况且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 对方都是救了她 郑宝发现自己竟难以说出拒绝的话来 又或是她的心告诉她 她不想拒绝 细斜的余灰从依依的云层间泄出来 罩在珠红的宫墙上 又折出一抹红衣 约染在她清秀 且又带着伤痕的脸颊上 连眉眼都沾着暖衣 被融化了似的 江雪宁忽然发现 这年轻的太监长得也是极好 郑宝思虑片刻回到 您是我的恩人 若却非想要害人 郑宝又有何事不能相帮呢 竟然答应了 虽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可没想会如此容易 她眼角眉梢染上了几分喜色 末了又反应过来 我就你实目的不纯 可不是什么好人 也能算是你的恩人吗 郑宝却注视着她笑 有些事该是论计不论心 若是论心 世上焉有好人 若是论心 世上焉有好人 江雪宁闻言 竟是慢慢震住了 这一刻 郑宝觉得 她面上的神情有些落寞 仿佛陷入了什么不可逃离的回忆之中 末了唇边境晕出一抹笑来 于是 那落寞的近处 变生出了极许明媚 甚至有一点 已有荣烟式的骄傲 她笃定地向她道 有的 郑宝愣住 谁 江雪宁莫名地高兴了起来 背着手往前走了两步 才又停步 会转身时面上是灿灿的笑容 直到 往后有机会带你渐渐 天光已暗下来 压着厚重的紫禁城 可少女行走在公道上的步伐 却显得轻快 郑宝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 也不知为何跟着 便笑了起来 忽然便想 这般小女儿的情态 该是她的心上人吧 星号 意外轻松地搞定了郑宝 江雪宁回到杨纸斋时 心情很不错 房间也完全重新布置过了 走进去一看 纸绝满眼香软锦绣 花瓶换上了乳窑白瓷 圆桌换成了紫檀雕漆 书案上普通的宣纸 也换了一刀上好的白鹿纸 真称得上无一处不精致 简直比她在府里的闺房还好 长公主殿下若是个男人就好了 江雪宁把自己往那软软的床榻上一扔 枕着那蚕丝绣面地软枕 舒服地窥叹了一声 辅佐她当皇帝 我当皇后 也是极好的 当然也就是这么一想罢了 有张遮在 她谁也不喜欢 晚间杨纸摘众人用过饭后 都聚在流水阁 一道温习今日学过的功课 也顺道看看明日先生要教的书 江雪宁虽与大部分人不对盘 这种场合却是要在的 因为像萧书 陈书仪等人学识都是上家 偶尔也会为旁人答疑解惑 虽然她与他们都有点小过节 可学问无关恩仇 能多听一点便赚一点 何乐而不为 所以一道时辰她也早早地拿着书到了 不过这时还有少数几个人没到 众人并没有聊读书和学问的事 而是相互笑闹 姚夕再一次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周宝英是所有人当中最活泼最敢闹的 上前去就抓住了姚夕的手 使劲地摇晃 姚夕姐姐你就说嘛 我们今早可都看到了 你把一封信交给了工人 本来好好的 可发现被我们瞧见都红了脸 快说快说 是不是如意郎君的事有了眉目 江雪宁刚翻开书的手指 忽然顿住 姚夕被他们闹得扭尼起来 跺脚道 凡人 你们竟来闹我 尤月却是眼纯笑 打趣道 那张遮都已经时时务地主动来退亲了 姚夕姐姐顺水推舟 还省了力气 往后什么好亲事找不着 哪里有不成的道理 众人都跟着点头 但没想到姚夕却看了尤月一眼 摇了摇头 不是 尤月没反应过来 不是 众人一时安静 都有些诧异地看着姚夕 姚夕那白嫩的脸颊上 一抹薄红便渐渐变做了飞红 微微咬了咬唇 垂眸时带着万般的羞怯 道 我改主意了 她说想退就想退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定了亲再退 人家还不知怎么非议我呢 她出身不好无妨 家有寡母也无妨 反正我什么都有 也不需她多费心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